这样的话就一个盘子出来 如果说你今天不要画这个盘子 另外请你再复制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再练习一下 你可以怎么样呢 如果说你不要用那个X轴 你用Y轴 比如说我刚刚是从这边到这边 我换一个方向 换成Y轴 我Y的方向 点一下 你会发现吗 它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个好像喇叭锁的一个头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这样转嘛 反正一定有个2D 它转这边跟转那边不一样 你要自己跟着它转 这个就是它自动会生成 OK 按一个Enter就好了 那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这个是Y轴 因为呢 我们刚刚就是以这一条线嘛 现在是以这一条线 所以它以这一条线当轴 转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 当然呢 你会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有XY 那可不可以往Z轴方向呢 其实跟各位讲 Z轴没有办法转 因为Z轴 你如果这个图形2D化出来的时候 它的方向它没有办法转 你这样像X轴可以转 像Y轴也可以转 可是像Z轴不能转 你不是说每个方向都可以转的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另外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 这边也是一样 假设说这个有点像喇叭锁 我希望呢 这个喇叭锁它的半径 比如说至少前面 假设好了 我希望它前面有个半径 它前面有一个孔 我要挖个孔 前面的孔 半径为5 后面的孔半径为10的话 那你要怎么做呢 两个孔不一样 刚刚是孔一样大 对不对 那如果那个孔不一样大 怎么做呢 其实你可以这样子 假设你今天这个喇叭锁 你要前面5 后面10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先在这边 画一个辅助线 这个辅助线呢 往这个方向 你就延伸线 对不对 三个字出现 你就输入5Enter 先让它追踪5 然后呢 等到过来之后 这边拉一条线 这条线呢 一般是这样子 它就前后都是5的 那如果我今天呢 往外面 我是以什么呢 以这个端点 当追踪点 往这个方向去追踪多少